又是霸權又是牽牛 還要一個新選擇 瞄準圖權及牛許婷以及魯明哲 公民團體發起罷免戰 大玩諧音等 在烈營中立宣講場外 尋找同溫層 趕緊來加一 現在全台30個 罷免群組裡面 已經有20個串聯 國會修法後 罷免戰全台遍地瘋火 藍營不甘挨打 吹響反攻號角 傳出同樣被列為 罷免目標的徐曉鑫 號召備設籃尾們 7月1號一起到 烏西遙的選區 捷運時排站踩點宣講 這個應該是徐曉鑫委員 他發起 我曾經說過 如果要罷免我 我一定會發動罷免吳思遙 所以我覺得吳思遙委員 也不用急了 那麼我們現在主要 還是在做宣講的行動 那他不需要這麼有壓力 邁營6月黨團全面應戰 靠著友軍演入 無黨籍內政委員會 召委高金速媒 再將宣罷法修法 排進7月3號和4號的 議程當中 為什麼要開公聽會 就是要廣聽大家的意見 聽大家的意見 來了解現在的一個狀況 說穿了 這是害怕罷免 背離民意 更是涉及自肥的修法 民進黨不會支持 民進黨會全力阻擋 最終核實闖關三毒 來因內部意見不一 但確定的是 要將罷免票數 高於當選票數列入門檻 迎來過往遭到罷免的 前立委陳柏惟 隔空開槍 他當選立委票數是11萬票 低於被罷免的票數 7萬多票 這樣難道合理嗎 本來就是過去的很多案例 都可以拿出來討論 到底合不合理 柯主席也提到的 罷免的時候隨便抄一抄名字 或者是把這個身份制字號都寫一寫 這樣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周主席突然Cue了柯主席 罷免狂潮藍綠對決 國民黨就怕自己不夠力 似乎還是得像個辦法 拉民眾黨一起來擋 鏡中文與蔡成佑 臨陸 臨陸